西金斯赞言炳涛三个杰出 目标赢得第二个冠中关 北京时间11月19日凌晨 2021斯诺克冠中关赛 结束了第四比赛日的争夺 2021球员锦标赛冠军约翰 西金斯在第四小组决赛中 以6-1大胜六届市井赛冠军 火箭罗尼 奥沙利文 最后一个晋级本届赛14强 至此本届冠中关赛4强全部产生 半决赛中 贾德 特鲁努普将占K 威尔逊 严炳涛遭遇西金斯 这将是严炳涛和西金斯 在2021斯诺克大师赛决赛之后的 第三次交手 在北爱尔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上 中国小将全都赋于苏格兰人 谈到半决赛 苏格兰人说 他已经赢得了一些重要的赛事 我对我的比赛有一点信心 很希望我会在周六晚上 给他一场很好的比赛 我认为我现在打得很好 在内心深处 你确实想知道 你是否能够在周末拿到冠军 我很愿意在本周末 给我自己另一个机会